好,我們上次已經講完了 這個,有關於Hand Hose Function 它所用的一些物理現象 它代表的物理意義 那今天我們來講這個Gib Function 那Gib Function其實在很多時候 通常是用在化學環境上 跟Hand Hose Function不一樣 Hand Hose Function呢 我們習慣用在這個物理的一些環境 那當然兩個沒有什麼明確的一個界線 但是呢,等一下我們做一個說明之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們會通常把Gib Function 用在這個關於化學相關的環境上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Gib Function 它所用的條件是什麼呢 假設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這個 能量的現象是跟溫度以及壓力是有關的 把這兩個當作所謂的基礎元素 那你可以想看到一件事情 假設今天我們這個 要討論這個系統呢 它周圍的環境呢 包含了溫度以及壓力的這個熱褲 那這個當然要說明一下 熱褲不一定真的是熱 那溫度熱褲或是壓力熱褲 或是溫度褲或壓力褲 代表的意思是說 我周圍的環境是一個等溫 或是周圍的壓力是一個等壓力的情況 那你可以想想 什麼東西是溫度褲 什麼東西是壓力褲 正常來說 我們現在所處的空間 現在所處的空間 你的溫度周圍的大氣 就是一個等溫的一個 溫度褲嘛對不對 那我們的一大吸壓 正常來說就是除了壓力褲 你今天做任何事情 不會讓我們這個教室內的壓力 從一大吸壓變成兩個大吸壓 三個大吸壓 是不是 所以呢 正常來說 Gibs Downgy 他所處的溫度褲和壓力褲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一般 正常環境下的開放空間 就是你瓶子不要逆風 然後呢 你不要把溫度褲 就是我們Gibs Downgy 通常會烤來的地方 好 那當然 什麼叫Viso 以前有講過啦 因為他很大 所以溫度跟壓力褲不會變化 那 大部分的化學反應 以及相變 比如說冰融成 冰在燒餅裡 那燒餅裡是打開的對不對 他會融化啦 什麼的 這種情況呢 都是在一個什麼 溫度跟壓力褲 的一個開放的一個情況下 好 所以呢 仿照前面的tempo structure 我們說 ΔS 跟ΔS0 大於 ΔS 加ΔS0 大於 等於 對不對 等於 等於 整個 自然界 要這樣做 然後呢 今天呢 可以把 加一個T 加一個T 再做一個 一下 會變成什麼呢 我們 我們 ΔS0 會帶一個 零負的 T ΔS0 好 那 所以 我們再來看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知道 ΔS 和ΔS0 帶一個 那我們也知道另外一件事情 ΔS0 是什麼 ΔS0 可以定義成 負的 T分之Q 這是原始的 三的定義嘛 對不對 那 因此呢 我們可以 做一件事情 把T乘過來 所以呢 TΔS0 本來的 ΔS0 定義成 負的 T分之Q 那 因此呢 我的Q 就等於 負的 T ΔS0 對不對 由上面這一步 正接到下面這一步 得到這個 那你上下 比較一下 這一個 這個是2 這個是1 你比較一下 你剛剛也得到一個 結果是什麼 其實你的Q啊 好 第二 推演出什麼 你的Q 是不是 Q就是這個 好 就是這個 是不是小於 D 等於 S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大家 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這裡 告訴你的 Q小於D等於S 好 到這裡我們會有任何問題 好 對 剛剛忘了講 Da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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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呢 來看看前面喔 我們在講這個 Tambus Function的時候啊 我們有提到 什麼是S DataS DataS 就是系統 就是你要兩側的東西 一個塊B 這個 一個化學物品 或者是一個物件 DataS DataS 就是系統 DataS 就是系統 DataS 了解了這個之後 一個是熱部 一個是系統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熱 其實在這裡 我們就要說這個熱 就是說 系統所承受的熱 會小於 Da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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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熱部來的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看 假設系統 這個 假設我們這個系統 跟環境呢 所做的工呢 不管是 這個 DataS 或是 不管是 對系統做工 或是被系統做工 假設它是個可B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一件事情 熱力學員一定定律 Q 1加2 Q等於DataU加W 那W是PDB嘛 對不對 所以 Q等於DataU加PDB 那你現在知道 Q呢 是小於DataS的 那 Q是這一個 我把這兩個 這兩個 那 如果做一件事情 我把兩邊 兩邊 同減TDS 也就是說 這邊減T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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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呢 這減TDS 這減TDS 最後 其實會被寫怎麼樣 DataU加P DataE減掉TDS 另外這邊 那這邊 Q減掉TDS 對不對 那你要知道 Q減掉TDS怎麼樣 那 是小於DataE減的 我就得到了這個式子 就得到這個式子 這個沒有問題啦 這邊 Q減TDS 這邊 因為TDS減掉一個0 對不對 就是 Q減TDS 小於DataE減 那這邊 Q減TDS呢 就等於 DataU加P DataV 然後呢 減掉TDS 對不對 那你知道 Q減TDS 前面這個式子 已經告訴大家 小於Data 所以這整個式子 就是小於Data 下面這個式子 好 那我們來看 什麼叫G 再回顧一下 那我們前面 這個 學到 G K U加P TDS 所以呢 講 在這個東西 假設 我們先去討論 比G 什麼叫DataG呢 就是Drips Fox的變化 正常來說 我們的G要和弦 U U U 減TDS 加P V 正常來說呢 我們的地區 G的變化 Nu 減掉 T S 減掉 S V V 加上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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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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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今天t跟p是常数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t跟p是常数 t跟p是常数 所以比t等于0 然后比p等于0 t跟p是常数 那因此呢 我们的g就可以写datau加datau 减掉t的s 对不对 那这个上面他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小于等于0 对不对 上面这就告诉你 这个比小于0 所以datauJ 就等于它 然后就会小于A 代表什么意思 datauJbA 代表是我一开始的g 会大于最后面的g 对不对 但G是能量啊 我一開始的能量比較多 就一開始我的錢比較多 後面我的錢比較少 就這個意思 所以呢代表說 任何自發的過程 會傾向原樣這個G 就是你的Gibs 或是Gibs function 會減少 這是自然間要求的 為什麼會說這句話 我們最開始最開始說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我們的ΔS加ΔS 你要大於N0 這是熱力血液的定律告訴你的嗎 最開始最開始 那一路這樣推倒下來 他都不能迴背熱力血液的定律啊 對不對 所以到這裡為止 還是熱力血液的定律 所以GI大於GF 就是熱力血液的定律告訴你說 你的區可以用的 Juice Free Energy只會越來越少 所以就等到這句話 任何自發的過程會傾向於減少 它的方向盡效率 減少你可用的Juice Free OK 好 所以呢 系統呢 跟我們的這個 這個熱度 還有壓力度 去做熱接觸的時候呢 它會使得我們的這個G呢 老最少 那如果它是最少的情況下 那它也不是最小啊 所以我們去就有一點點 好 就說我不會在它的變化 好 但目前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了 那我們來說說 那為什麼Juice Option 我們都比較多是有在化學啊 所以說不是限定啦 只是常用 為什麼呢 來我們來考慮一些非機械性的力 非機械性的力 例如什麼呢 所以非機械性不是我真的去推桌子 推椅子 推 不是去推螢幕 之類的這樣 比如說電力 磁力 或者是其他這種 這種長程力 好 那這種風呢 這種力所做的這種稱之為 Hu的 Unlap 非力學性的這種力 好 那我們來想想看 好 那我們來想想看 一樣 我們一個系統的總風啊 它可以來自於 Wnm 加Pdb Pdb是什麼 就是所謂機械性 原來建立一個 矿體膨脹收縮嘛 對不對 那我以前當然說 還可以加很多的主太空 還記得嗎 對不對 什麼 表面肌膜的張力啊 然後什麼 Qdb Bm 電力磁力 還有很多油料 這類的 那同樣的類類 我們就把它規列在 Wnm 非機械性的功 反正這就是 總風啊 那我們的總風呢 這是一些定律高度 W等於 Fu 這只是 以下的結果 不要覺得很奇怪 好不好 這個直接等於它 W等於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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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前面 才得到一個結果 是什麼 你的Q 是不是小於0 T比DX 對不對 所以如果不把Q 換成 把這邊選Q的話呢 那它自然 同樣這邊就是 複別的大一 那我這邊的這個Q 如果這邊是加進DX的話 它自然這一邊 就會大於它 對不對 自然這邊就會大於它 那因此呢 把這個呢 整個再一下一下 再一下一下 再一下一下 會得到什麼呢 所謂的 Wnm 非機械性 非機械性 非機學性的做工 可以寫成 你把這個DXV到這邊去 就小於等於 負的DM A U加DX-DXV 那這個等於負的DG 對不對 這剛好等於負的DG嘛 對不對 你把負的組織就是U-DX-DXV 好 所以呢 Wnm的小孩夫的DATA區 那當然不要忘記 這個是成立的前提 是 T跟P是必須是常數啦 不然你會多出這兩項 對不對 這已經是常數了 好 所以呢 減少了Gibs Function 我們剛剛前面說 Gibs Function 就是在等溫冷壓下 用來做多的能量 那這以後更明確指出 減少了Gibs Function 等同於 在等溫冷壓下 最大可以用來做 非機械性功能的能量 所以呢 很多的化學反應 比如說這個 呃 什麼 這個 N 這個 N OH加HCl N 加上HCl 鹽酸 會變成水加鹽 對不對 那他所做的工 就是化學的工 對不對 那事實上這個工 你可以想像到 化學人物理性一點 齁 你是在做什麼 QdB 就是你今天 NaOH 它所帶有的位能 跟 這個 NHCl 帶有的位能 兩個hV的差 對不對 你今天在做的是電荷的轉移 所以你所做的工 就是QdB 對不對 同樣的 HCl 跟變成這個 H2O 他一樣有 Db的差 對不對 他一樣在做Q的轉移 對不對 所以這些 飛機線線 都叫Gips Function 可以拿來做 這些 反應的 能量 這種功能還會說 Gips Function 這個化學反應 常常會出現 這次有時候你們 回去看 菩薩根本 可能夠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 你菩薩根本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嗎 沒有 你們菩薩現在沒有在教量子化學了 沒有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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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當然 我們雖然說 今天這個必要固定 實際上來說 就不要忘記 Gips Function 它是一個狀態電數 所以它跟路徑無關 你只要 起始跟末態的TNP 是固定的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一下它 那實際上 這樣的要求 不要和這個 真正的經驗 你現在看你在做實驗 你真的把NaOH加H7 加在一起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酸鹼中和的時候會放什麼 放熱 那一定會升溫 對不對 但是呢 你這個酸鹼中和的燒平 你一定是打開的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基本上呢 一開始的狀況是什麼 溫度就是室溫 壓力就是NaOH 對不對 那反應過程中 所以它可能升溫了 不會很可能 缺完之後 又回到 室溫的NaOH 所以它只要求70分末態一樣 那最後得到的 NaOH加H2O 的Juice function 跟原來的 NaOH加H7O 的Juice function 的差 就是這一個 WNA 好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齁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個 把幾個的原理變數 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好 來第一個 今天呢 我們這個系統呢 假設今天我們考慮系統 變數3 跟體積是長處的話 那 它所對應的 這個方程式的 要求 Ds 再比db 等於0 那 我們這個系統 一個條件呢 就是讓我們 U最小 那 如果今天你的條件 是X跟PX常數的話呢 那 對應的這個方程式 要求 Ds再比db 等於0的話 那 對一個不等式 也許 要小於Ds 才會讓你的 這個盤最小 下一個條件 我就不說了 那最後一個呢 當然 這是熱力學界定律告訴你的 假設我今天可能是絕熱 那我要呢 就讓我們傷最大 簡單來講呢 在自然界 任何的平衡條件 他要做的事情 就算能量最小 對不對 跟這個 我們現在的政府對不對 他要做任何政策 最大的目的 就是讓所有小老百姓 口袋的錢最少 對不對 mini 嘛 你的這個 energy 對不對 然後 max嗎 讓財牌的傷 錢最多嘛 對不對 這是我們在做的事情嘛 這是開玩笑的 然後 正常的政府 應該那麼做嘛 對不對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那我們再來看喔 這個GIS function跟相片 它的一些運用 好啦 那我們來看喔 這個液體 vapor是正規啦 一項跟七項 的物質啊 假設我們今天在T跟B的狀動下 然後平衡的話 那這是一個畫個圖啦 我畫個圖啦 假設今天啊 你看這個瓶子 我用一個蓋子把它蓋起來 可是物質會跑掉 對不對 那裡頭呢 有一些液體 有一些氣 這是液體 這是氣 簡單來講 你看我這個杯子裡頭 或者是你們自己的杯子 裡頭當然有一些液體囉 也有一些氣體嘛 對不對 好啦 那我初始的狀態是這樣 我溫度跟壓力 T跟P 那 我的N1 Double Blind N1跟N2的Double Blind 都代表的是我 這個液體呢 它的 簽默數 有多少簽默 N1 Double Blind N2 Double Blind 就是這個 代表的是蒸氣 它所佔有的 簽默數 好 那從這個態 跑到這個態 可能是這個 我這邊也要 放一下人家水蒸氣 它蒸發了 對不對 它都沒跑掉 它都沒有蒸發了 那 我一開始的時候 蒸這個 水跟水蒸氣的末爾素 總格啦 應該要給後面 水跟水蒸氣的末爾素 總格啦 對不對 你這個直降手痕 或者是這個 原子不滅嘛 總加起來一樣多 所以 N1大過半 加N1去過半 應該要給N2 大過半 加N2去過半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OK 那我們知道 G3有一個 Extensive的變數 這代表什麼意思 來我們看一下 在剛剛左邊的杯子 我們叫做G1 它總共的G3 應該說 N1 Double G Double 加N2 G G 對不對 就是 異向的 G 方形 乘 乘上 莫屬 就是總 異向的G 方形 對不對 那G2呢 是N2 Double G Double 加N2 G Double 也就是 右邊的一個 總異向的G 跟總 氣向的G 上去 好 那這個 Double Double G Double 代表的是 Specific G 就是 除掉質量的 對不對 這個 我中文根本不知道怎麼翻 這個 沒有什麼比龍 什麼那樣 比去之方形 也不是翻的比思琴嘛 對不對 比去之方形 才知道怎麼翻 對不對 知道什麼是比思琴嗎 差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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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啦 反正這個就是 你們知道意思就好了 只要看到 任何的工腔 加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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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第一個dataG一定要給零 對不對 所以G1要等於G2 也就是 G1-N1-N2 N1-N2-N1-G1 加上N1-N2-G1-N2-G1 就是這兩個小姐的零 簡單講 那你又知道 剛剛前面我們也知道 這個質量守門 選擇一場 質量守門 給你了一個什麼 結果這邊 N1-N2-N2-N2-N reliable 就這裡 應該要等於負的什麼 因為N1是離過去 他放在後面 讓他變成N1-G1-N2-NGL 來把它放過去 然後呢 就告訴你 G21-G-G nos 好,數學上先寫成這樣 那告訴你什麼意思呢 告訴你說,這時候啊 液體的gips function 等於固體的gips function 也就是說呢 什麼時候液體的gips function 會等於固體的gips function 不是固體,講錯了 液體的gips function 等於氣體的gips function 那什麼時候,兩者會相等啊 就是在液體的真機共存的這一條線上 它才會兩者相等 它才會兩者相等 當你兩者相等的時候 我能量的一樣嗎 所以我們液體也會被氣體 氣體也會回來液體嘛 對不對 所以你平時的水不會 不然你都會變成氣體 對不對 然後後來你之後全部都變成水 不會嘛 它就是來回來回都一樣 數目總是一樣很多的 ok 所以呢,這對於這個相平衡 或者是發生相片的時候呢 這公司是對的 那當然如果你是偏到液體 或是偏向氣體的時候呢 那當然氣體的能量 跟液體的能量 跟液體的能量 公平就一直不想到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件事情 假設我今天溫度多了一點點 或者壓力多了一點點呢 稍微偏了一點點 好 那在這條線上 什麼叫做溫度多一點點 壓力多一點點啊 就是 我從這裡 溫度多一點點 從這裡走到這裡 壓力多一點點 就是從這裡走到這裡 那因為它還是在這條線上啊 所以我的G double plan 還是會等於G triple plan 你就是 我真的G方便的寫法 從這邊走到這邊 變成什麼 G double plan加DG double plan G triple plan加DG triple plan 對不對 變成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等於它 所以DG double plan等於DG triple plan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什麼叫DG DG DG 我們前面 我們前面有提到 這個DG 假設今天呢 假設今天呢 我的情況呢 並不是像這樣子 溫度壓力不變喔 如果溫度壓力會變的話呢 那我們DG 就等於Foods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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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那所以呢 把上面這個式子寫起來 可以负负的 S 到负责